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今晚这么晚跟大家做节目,为啥呢? 大家知道今天香港最大的新闻就是那单案 23条终于通过了,6点53分,89比0 经过近10时恢复,10个小时恢复二读辩论 傍晚6点53分,以89比0 90个议员有个缺席,有个缺雅 89全票通过,主席梁君彦都要投票 为啥呢?因为要表中的嘛,是不是? 今天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我记得是3.23,这个礼拜六开始实施的了 但说这些数字没意思,为什么呢? 随时说你就是了,还说这些东西 灾醋说你串谋,是不是? 这个就是相当可怕的一点 全数赞成 特首李家超的预先安排之下 进入会议斯坦发言 总结香港终于完成23条立法的 的宪制责任和历史使命 他又对完成立法之后的香港前景有一番承诺 说生活方式维持马照跑,没有照跳 但是,你的不马就是什么马? 一定要中国马,那你有什么武呢? 大妈母就照跳的 而香港将会风光无限好 风光无限好 你没有主席啊? 毛泽东风光无限好啊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的嘛 独不可以了,灾醋煽动了 市民将会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照顾 我说立言23条呢,香港发大财的,是不是? 纷纷,革建,穷光弹,香港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国际有什么反应 先和大家说一下 在说之前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苏果频道 com and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链赞助过今 多谢各位 国际人权组织香港监察香港watch被点名为一个境外干预的组织 在星期二,19日至今日,发表75名来自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国会议员和公众人物联署的联合声明 谴责香港通过23条 批评23条,三违反,促请各国联合行动,追究中港官员责任 其实可能不只官员那么简单,是议员都有关系 有份参与联署的末代港督彭定康,Hong Lord Chris Patton 炮轰23条,是香港人权和法治棺材上的另一根大钉 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Miriam Nexman,促请国际社会 向特首李渣昭和涉市中港官员受施制裁 以美国华府为基地的海外国人组织 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也发表声明 促请美国总统拜登,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 实施马格尼茨基式制裁 本文前的创党发言人王台洋,在德国成立的 唱义组织,自由香港,Flyheit für Hong Kong 也发表声明,谴责香港通过23条,促请香港政府 立即废除23条新法和港版国安法,以及停止迫害 一传媒作万人黎智英及初选案47名反对派人士 这些大家知道,大家共同发声 大家知道,在这样大的情况下 美国参议员Marco Rubio,努比奥也说到 中共不择手段地,破坏香港自治与民主 持续大肆侵犯香港人的基本自由 促请国际社会,联手显襲 那么这个,显襲之余,有没有行动呢? 我想具体来说,两件事,制裁 行政立法两个重要的情况 我想这件事会不会做下去呢?Let's see 第二件事,会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旅游警示,甚至撤退备案 人、钱的撤退备案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现在未用,但将来可能会 在集体对中国更强的锁后的时候可以用 第一,废除中国包括香港的最惠国待遇 这个美国要做的 第二件事,就是美国 动用1970年代的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 令美金不能再和港币自由兑换 这个是重炮来的 不过由于港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少了 所以慢慢去到最后,变成一个可行的措施了 所以看回这件事,密切监视的转变 另外,美国驻华大使法恩斯 会不会看香港、澳门的总领事 即梅渝瑞这个位置呢? 现在只是分开汇报的 美国的驻华总领事是看北京、沈阳、武汉、广州、上海 在五个领事馆,没有看到港澳领事馆在香港 现在香港没有一个自治、独立的地位 应该不是直接回报给美国 是应该从属于美国驻华大使体的可能 所以极度可能重整整个版法 再说一次 这个23条武汉法是相当可怕的 打小瘾7年 入籍台湾后复兵役5年 假新闻10年 干预14年 租楼给潜逃者7年 或者借楼7年 参加境外情报组织 例如刚刚说的HKWATCH、HKDC 或者国际特资组织14年 告解之后 神父、修女或者牧师引力换国 知情不报 甚至不要说神父牧师 很多个人 你知情不报 你知情不报 引力换国 14年 不是4年 是14年 打开你的手机 发现到有些 藏有些线道文字 或者苹果APP 立场APP 那里面可能看来看 没有事 说你有事就有事 任他说的 3年 还有 不需要警察 任何国安单位 不需要手令 不需要拨卵 也不需要证据 可以破门的屋子拉你 不需要说理由 国安就是理由 证据 遲些给你 不需要手令 不需要证据 搜索 入屋搜索 香港特区政府 可以用国家安全为人 宣告禁制任何组织或企业的运作 看到你卖鱼蛋 想起2016年鱼蛋革命 煽动 禁制你卖鱼蛋 行不行? 你没有什么 那麽神经病 那麽神经病 整个23条就是神经病 神经病 总之看到黄尸 深深黄 那些 还在那裏卖鱼蛋 你当然是煽动 拉来 选择性执法 旁边当蓝丝卖鱼蛋 什麽龙津那些 没问题 Good Go 香港变成什麽社会 无法无天 你有个民主女神在家裏 拉你 OK? 这就是我们看到香港未来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故事讲得很清楚 让我个人知道 间谍罪十年 什麽是间谍? 任他定的 叛国叛徒搬离 终身监禁 无法无天 是吧? 原则上不准减刑保释 影响现在未来 以前 一直在囚的人士 48小时内限制咨询律师 延长饥压可达16日 保释期间可以无限次无限期 限制居住和禁止联络他人 我说这些全部都是主要的条文 我都未和你具体分析一些重要的事点 你问 有没有问题? 当然是极大问题 是吧? 现在不讲道理了 大石砸死鞋 那怎麽办呢? 我会觉得大家要自己去至求多福 我会这样觉得 我和陈景敏教授有做一个节目 那现在就在我这个地方先播出 因为我在中央广播电台上做节目 未来这个星期六 和下个星期六 在他们的三机播出 我这个星期日 傍晚呢 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搜捕频道上 就是给大家提免费提的 因为我们开放免费给大家 灌上在这个公营机构 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我希望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 留下留在香港的人 和离开了的人 各有各的心数 我都很清楚 依然留在香港的人 都希望尽力顶 最近何君尧都是发黯证的 他说 看到那麽多的老师 成百个 几百个 有些人呢 在一盒眼睡 我说国家安全 大家都不专心给我的feedback 瞧着我 是可因熟不可因 你瞧着我 你不知道国家安全机重要吗 就在那麽发困扎 他说不到任何人 人家真是专心听 没有缺席 瞧着你 即是好像刑事 你瞧着你是心邪 人家是在恩善你 是一种刑事的冷静的目光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你不要在那儿骂他们的老师 你看到什麽呢 何君尧说这句话 令我觉得 李立峰教授 说的一句说话很重要 问问 香港现在的 爸爸妈妈 会不会告诉小孩 2019年真实发生过民主的运动 当年真实的故事 八成的香港人 说yes 瞧着你 证明到香港人心不死 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远对抗 真真正正的一种 叫做日常生活对抗 社会学者James Goddard 即是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OK 我们跟这个 陈记文教授做的时候 先再讲这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转折点 而这一点是 发觉到 这个不是社会学者 一个是耶路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者 人类学者 这个James Goddard 自己去查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香港现在正在做这样 所以你不要看小香港人 不要觉得他们全部都已经 变成了蓝丝了 不是这样 no 他们很危险 他们很有勇气 正如王好明说 现在楼下来的人 应该给你一个like 不要给我 楼下来就是香港的人 依然三五成群内部互相坚持 这个就是resistance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我希望给到一个鼓励 encouragement 香港真的不是说 每个人已经变成了 no 很多的证据 统计 和很多的事实 告诉我们 no 或者 not yet at least as of today no 我觉得这个很清楚 好了 在这样大的环境之下 政府今天讲些什么呢 下面只是讲些些 大家也不开心 不过要讲的 事实都要面对的 是不是 那么 邓PK 三毒总结发言时 多次表示 条例草案是亲生子 这条例 今天有机会出世 表示百感交责 邓PK 你收皮啦 习近平的产物 变成你的亲生子 你和习近平搞鸡 搞鸡也生不出仔啦 实陈PK 对吗 他说 感谢不同政党社团 友团体立法过程中 反驳无理抹黑指责 这个反驳队 梁君然宣布引用议事规则 令特首李渣昭出席会议 已经预备好行程的李渣昭 随即进入议事厅发言 宣布 条例草案将会在星期六 23日刊献生效 他强调 今天 特区终于履行了23条 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 完成历史使命 不负中央所托 不负国家信任 他未有交代如何宪制责任 也等到周六生效 而不是夜晚立刻刊献生效 你别问 总之这个就是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能他觉得23条 23条 好意头 就是323 去实行 要立的 如果是32条 永远不用实行 任他说 总之他要好计 323 以后是否放假 庆祝23条雷帝风行 我不知道 李渣昭 你即放这些假 李渣昭 其由建记者表示 23条立法是防御性法律 避而不用 防御性法律 我们去guard against Hong Kong protect Hong Kong 即是他的想法 令香港有更坚固的门与门 所以没听谁 是protect中共政权 不然你怎会写到呢 法官所说的所有的决定 都是以尊重和執行特区国安委的判断和决定为依归呢 那你还有司法 不需要 总之党说你有问题有问题 破门入屋也行 禁止你企业也行 得了 他的目的就是以防外部势力闯入家园 侵入略夺 他说如果不侵入我们的家 我们是不会理会他们的 但如果对方选择对香港不利 本港需要有法律情治外部势力和保护香港 人家只是租屋给张坤药 租屋给这个许永廷 最租屋给许志峰 我请问 那怎样对你们不利呢 是你侵入人家的主权 墙壁管轄、域外管轄 侵法人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是你捉过共产党和港共政权 所以就把所有事情倒转来说 共产党罪了这些事情 李渣超又说 23条许法之后 可以防止间谍的渗透破坏 可以防止黑暴颜色革命和暴力破坏 他说香港不需要再担心揽炒 不需要担心有人将香港推入深渊 竟然不需要再担心 你立了不需要再担心 不需要再担心 那你为何还那么害怕呢 又会永远在那儿呢 永远在路上呢 那习近平说 不会 从此不需要再担心 不需要再担心揽炒 不需要再担心有人都有深渊 不会的嘛 习近平说 国家安全立法和执法 永远在路上 我都记得了 你拿一支都记不记得的 是不是 还说不需要再担心 哇多有趣 他说从今开始 不需要经历2019年经历的伤害悲痛 他说回归26年来 即主权研究26年来 曾经严重走错方向 被外部势力干预滲透 要起诉曾荫权 董建华 梁振英、林郑月娥 走错方向 被反中乱港势力歧劫 强调23条立法之后的香港 终会维持生活方式不变 马照跑舞照跳 香港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制度 可以自由开放发展 香港制度上得到的无与伦比 但当香港有困难时 国家一定会帮香港 他引述 你觉得没钱帮帮拍胸口呀? 行呀!吃草啦! 引述疫情期间 精神支持你吃草 不是帮你 他引述疫情期间 中国医疗队赴香港 迅速兴建火眼实验室 又将快速检测包送香港使用 令香港感激在心 他说最后形容 香港风光无限好 这边风光无限好 风景毒好 毒压又拉你 将不会不如用 再为外国势力干预而分臣 那你既然不用分臣 那没有外国势力 是否从此一掃而空 香港不需要再拉人 不会照拉 外国势力是不会停止的 按照你的道法 打稻草人 製造假想敌 不知所为 周恒彭说了很多次 支联会哪里有 foreign agents 对不对 你不信 那你以为外国势力干预而分臣 不怕了 那你说永远在路上 那怎么说 可以专注民生和经济发展 他说市民将会有更好收入 更好的照顾 背靠祖国 优势必定多的事 这些全部都是淋沙的说法 跟着 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叶楼 这条这样的目嘴 即我用目嘴来用它是对的 真是目嘴嘛 掃把头 对不对 你2003年搞的东西 很多人言由在意 行政会议召集人 新闻党垃圾主席 叶楼淑仪表示 虽然当年未能成功立法 是有些遗憾 但也很高兴在有生之年 能够两次机会 参与立法工作 而且也是21年后见到立法成功 高度表扬政府官员的能力 立法会同事的恭喜 他2003年出任保安局局长 是23条立法的主要官员 最终未能完成立法工作 凭在50万人上街抗议之后辞职下台 他超过20年之后 在中央出手完善选业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 和港版国安法立法之后 特据政府终于完成23条立法 这就是他自己要收拾了这些东西 他说现在自行立法 就不需要麻烦中央跟我们立法 你说什么差 中央不是跟你立了国安法 还不记得 那么多恩情给你 还说我们自行立法 就不需要中央立法 中央已经立了法 立了法 国家安全法 你都不知道 我都清楚过你 全香港人清楚过你 你说什么 所以我说 你叶柳淑儀 有病 你去看医生 是吧 国家安全 然后有记者问到叶柳淑儀的感受 和对当年未来立法成功有没有委屈 这些问题都是垃圾的 他应该很开心 他说对当年未来完成立法感到遗憾 但高院有收支援两路参与 表扬政府官员议员的同事贡献和立法会被输处做了大量工作 被问到政府完成立法工作 首议工作 包括对在途人士作出禁制措施 港务办主任夏宝龙的说话强调除了反驳也有计划 说我们每一位都会努力的了 有传媒找我们 有商会的有不同组织找我们 我们都很努力根据知识来解释 你解释是没用解释 即是什么 言识 大家知道 所有东西都是欲盖离章 所有东西都不需要说明 你都继续说 是不是 当时田北俊表示不支持 当时2003年立法草案未撤回 21年后 时宜世役 四名自由党议员今次完全支持立法 今天的自由党已经不是现在的自由党 党灰张宇仁建记者时表示 对草案没得三毒通过感到高兴 他说我们自由党在23条 在建政历史的时刻 我郑华也有说过 我们自由党有个包袱 就是以前反对过 说不差啦 二十文章 他说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包袱 脱下来 说以后要向前走 继续支持维护国安和本港安全 记者问到203年的时候 做法是否正确 张宇仁表示 其实我在 我们因应那个示威游行 在建议政府押后 我们是当时 当然是 起码我来说 我是不觉得 也都不知道 押后是等于当时 条条例要重新来过 我有份在 所以是这个包袱 我背了这包袱 很久了 所以他洗底 这班奴才 表忠 就是说这些是什么用 这些全部都是垃圾 就是这些垃圾继续来 荒谬撤论 是不 接着看到 整个 整个情况 连过梁军宴都要跳出来 说 我厉害 我厉害 就 这个 通过了之后 很高兴 站进来 我不想读他的东西 很垃圾 真是太垃圾 所以我就说 做得日得日 结果呢 就是说 审议质数 达到新高度 新标准 你收皮了 是不 我就说 今时今日 去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要站稳 第一件事 就是外国 未来的 对香港的 官员制裁 和禁制令 只是投盘 未来对香港很多的措施 由申请签证 到香港人 去到那边的 移民及难民的政策 都要重新检讨 这件事 会不会刺激在第二波 暗暗的 又暗涌式 微微上升的移民潮呢 我觉得是分分钟的可能 但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撤资潮 和嵐市潮 OK 撤资就是外商已经撤资了 以前也是334比例 一个股票市场 香港在千亿年代 都还未到现在 这样的情况 中资占三成 港资 无论是否中资 假港资 真中资 港资占三成 四成是外资的 现在四成 经过2020年之后 累计呢 那四成的外资 有九成半以上 是撤走的 剩下鸡碎 那么多 那些是权政的 即是 single day trade 即即即日交投的 那些 剩下六成 就在那里 他没有加码 因为他没有钱 那于是他跟你说 中资现在占六成 其实是原先的铺 但是饼 饼小了 那就占六成 二成三成 变六成 但 你这铺没有了 玩完了 那你说 那些外资 会回来 no 房市会不会再下跌 yes 股市会不会升少许 再下跌 yes 它会升少许 去到万八 一人说万八 我告诉你千万八都没有 可能是slum 这个slum的话 是随着看中国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 哔 跌下来 我不会好像有些投资人士 会升到万八之后就跌下来 我又不会这么想 甚至没有这么快 那你说 我要等 那些楼子升回值 我才走 以前二千万的楼 好有前二千万的楼 现在跌到下去 一百 一千二百万 不行 那我要等到哪个时候 你等 你慢慢等 是不是 你等到哪个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总之 你不止血 就 继续血流如柱 OK 这个是 我会很奉劝大家 及早离去 人才 都往外走 得到你的安全 但你说这样 我不是很坏 是很坏 我是为了保护你们 各人 但香港呢 香港呢 所以我就说 多谢很多人 仍然留在香港 竟然为这个地方奋斗 我会觉得 我有更值得去奋斗的战场 就是台湾 我不是走到冰島 我在台湾 和共产党和台湾一起搏斗 是一个变神 是 我是臭小子 我不是在香港 和大家 像王浩铭 陈浩环 和金共赎 但我在这个地方 做我这个身位 可以做的东西 我每天 是休息过 和大家做节目 在台湾 继续用华语道 做节目 这个就是我 觉得 顾与自己的mission 是我小小的能力 写多些文章 搞多些脑汁 用多些精力 去做多些的东西 这是我自己 对自己期许 我希望每个人 都做多些 很多人在做小生意 微小而实质的努力 可以帮到自己 帮到 凝聚一班 一格一格的香港人 这就是公职 不是每个人 都要做同一样的事情 No 有很多人做NGO 入些年轻人 入些NGO工作 我都觉得很开心 起码他们 找到他们的人生的目标 入公司工作 打工 无论是蓝领百领 我都更开心 你觉得 自己训练自己的能力 知识其力 知道赚钱艰难 不要坐食山崩 不要拗 不要在那里骗 不要在那里哄 要真真正正 付出你的言论 行为 和你的contribution 去赚取一定的收获 这个 就是我 告诉大家 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今时今日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么基本 如果你认为 这些事情 哎 我说的东西都很八股 我想是 自古以来 古今中外不变的定理 没有人会觉得天跌下来 当被盖 去普京 过大海 倒两手 今天觉得这些发大财 或者敲经念佛 求神问福 然后有天跌下来 就觉得很开心 这些叫做 不是正财 不宜之财 何为贪 努力勤奋工作 很重要 OK 好 说到这里 下节再讲其他议题